我们看到社会上还是有很多惯性 社会议题 想让社会变得好一点的朋友 那有些妇女团体 他们甚至就组成了一个消费合作社 然后为了这个食物的健康 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为了台湾大部分社会里面 有健康食物需求的这些人 他们的身体的健康 他们就开始去收集台湾 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 来做一个捧路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观察 我们发现这个25年来 他们就是始终如一 甚至就是很多的社会议题 他们就会去参与 那这一些我们就想到说 这一些女性同胞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他们其实就是一群 在家里的一群 一群祖父 一群妈妈 所以 我们发现这样的力量是很可贵 然后它也是有别于 这个挖土鸡的力量 它是很温柔的力量 它是一种保护的力量 于是我们去看到这样的力量以后 我们请了这样的一首歌 希望能够给他们加加油 让温柔的力量可以持续 那也让更多的温柔的力量 我们可以一起来保护我们的 保护我们的社会 保护我们的世界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温柔的力量 谢谢 当快乐变成一种奢求 当谎言变得难以忍受 你是否人害怕太啰嗦 宁愿当个玩偶保持沉默 当世界变得不容易生活 当生活变得得过结果 你是否人悄悄别过头 假装看不见自己的丑陋 别再爱的失望让我们彷徨 别再爱的听从让我们受伤 在悲伤的尽头我们看似绝望 痛苦却唤醒我们温柔的力量 妈妈姐姐站出来 妈妈姐姐站出来 保护我们的家庭和未来 妈妈姐姐站出来 这世界需要我们的爱 妈妈姐姐站出来 找回每个人最单纯的期待 妈妈姐姐站出来 找回心中最天称的小孩 那快乐 当快乐变成一种奢求 当谎言变得难以忍受 你是否人害怕太啰嗦 宁愿当个玩偶保持沉默 当世界变得不容易生活 当生活变得得过结果 你是否人悄悄别过头 假装看不见自己的忧愿 既在的失望 既在的失望让我们彷徨 既在的听从让我们受伤 在悲伤的镜头我们看似绝望 痛苦却唤醒我们温柔的力量 妈妈姐姐站出来 保护我们的家庭和未来 妈妈姐姐站出来 这世界需要我们的爱 妈妈姐姐站出来 找回每个人最单纯的期待 妈妈姐姐站出来 找回每个人最单纯的期待 找回心中最天真的小孩 妈妈姐姐站出来 保护我们的家庭和未来 妈妈姐姐站出来 这世界需要我们的爱 妈妈姐姐站出来 找回每个人最单纯的期待 妈妈姐姐站出来 找回心中最天真的小孩 让我们一起站出来 找回心中最天真的 那个小孩 感谢观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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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